谁不期待一段美好的感情呢? 但现代女性顶着诸多压力,难免在面对爱情时手忙脚乱。 一阵不知所措后,迷汗地发现,爱情鸟已经远走高飞。 所以,从众多的网络报名里,我们最终选出了三位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来参与我们的爱情画手。 希望在游戏测试结束后,他们能豁然开朗,找到解决自己问题的答案。 希望能通过本次测试,找到你们内心深处的理想生活方式。 由此,看出什么样的人会更吸引你,也就是她的样子。 面对爱情,不同年龄段的女性会因为期待、经验、现实情况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态度,遇到不同的问题。 但很多时候,她们却不知道如何去化解这些问题。 为此,我们还邀请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沈亿斐博士。 她将全程为你们提供科学的建议。 各位好,那爱情画手是一款专为寻觅爱情的玩家开发的社交互动的游戏软件。 它利用多个理论作为模型基础来探寻寻找亲密关系爱女的可能性, 以及打开大家对亲密关系的想象。 下面我们就会进入一个秘密花园。 里面会为我们的玩家有适配多种的理想类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用的是脉税理论。 柏拉图问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 苏格拉底就说了,请你进入秘密花园, 去寻找一株最大最好最金黄的脉税。 但是呢,这个过程里有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规则, 就是不能回头。 一旦选定了,就得坚定地往前走。 决定哪一个才是最有可能性跟你们携手长久地走下去的那个人。 现在请爱瑞进入秘密花园。 第一位女玩家的名字叫爱瑞。 我今年32岁。 目前为止,我是没有谈过恋爱。 我有过喜欢的人,在学生时代, 一直处于一个暗恋的阶段。 没有跟他说,也没有让对方知道。 没有一个更能进一步的一个机会。 自己对感情的那个态度还是偏理想化。 好像我确实是错失了很多, 让自己去体验不同的感情, 或者是认识不同的人, 去开始一段感情的机会吧。 30岁阶段的女性往往有着自己人生的坚持, 但坚持与现实并不总是相容。 从背后看向万倩是吧,特别像。 我预测她们一定会选那个未知。 为啥? 因为姑娘就喜欢说这个男人好神秘, 我要征服他。 有14的八道光。 一叉叉三十叉。 身高一叉叉是多少? 田静,我争强好胜。 爱你,我甘拜夏丰。 大老师,你看他的表情。 他很嫌弃。 我觉得身高腰叉叉对我来说太未知了点。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看看别的。 他不喜欢未知的。 完蛋了。 那我更未知。 我跟你们说吧, 他现在说我不喜欢未知的, 待会儿结果你出去, 你说我就是未知的。 他说我就喜欢未知。 假奶量不量。 假奶量不量是? 我。 我。 亮哥我还可以。 因为他都告诉我是谁了。 假奶量不量。 我就故意稍微具象一点, 看姑娘会怎么想。 我妈妈说, 爱吃甜的男生, 以后会讨厌。 甜的好多信息, 我觉得都蛮搞笑的。 是有我喜欢的一些特质的。 但是可能我还想再看看。 他就老想看下一个。 我跟你说, 姑娘有可能是因为太挑剔了。 你知道这个就像掰爆米似的。 如果你老想掰到最好的, 你老也找不到最好的那个。 最悲催的就是, 待会儿再回前后看看第一个, 第一个就有人了。 第二个跟别人走了。 第三个也找不到人了。 他写了不要选我。 谁啊? 是我, 我写的。 是对得不 Grass。 我已略能扛得住小明哥完美的侧翼。 但我却扛不住我。 就没看四面。 视频里面我看不出来太多的信息。 我会觉得他年龄要比我小一点点。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看看别的。 他竟然错过了人类高质量巅峰。 这个姐姐之所以现在母菜受了, 是因为她看对象的眼光太高了 到你了 黄草胜 她的ID叫黄草胜 江植树的弟弟黄仲草加高企胜 这个我也觉得有点复杂 对于我来说 39厘米身高 技能是帮你做题 带你去密室歪脖子走路 我觉得我都不太渴 不太渴 她都不太渴 不太渴望 不太渴望 都不渴望 都不渴望 冷寿 她全是问号 全是要猜的 那我看视频吧 有兴趣的 你看来兴趣了 神秘人物 我说什么 姑娘就好着 我跟你说 要么姑娘爱买盲盒 对不对 有道理 哥 你好了解 好 你不用漂亮 虽然你很漂亮 我随时准备好 你戒指场较亮 你不用聪明 虽然你很聪明 在不一样的时间 和你看一样的风景 看 我选她吧 恭喜冷少 怎么样 了解女人心的人就是我 文湘是女人 很厉害 我选未知也行 学到了 好羡慕 就自己落榜了 那种感觉 好羡慕 我选的ID是草字头下面冷少 就是我觉得一些神秘感吧 会让我想要多了解一些 第二位女玩家的名字叫静静 我今年40岁 单身差不多有三年吧 因为我父母生病啊什么的 我一直在北京和浙江两边跑 又要忙工作 然后又要照顾家里人 所以我的经历上比较欠缺 曾经我会非常单纯的喜欢一个人 就是我喜欢你 我把我最好的都给你 掏心掏肺 但是经历过我 有些挫折之后 我确实现在会很害怕 很害怕付出 也很害怕受伤害 我不需要她有多优秀 我只是希望她能给我一个非常温暖的陪伴 40岁阶段的女性 也许有很多的无奈 使人脆弱 也使人坚强 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公司商务 她特别的可爱 这个选你了 我觉得一定选的是你 可惜我已经被选了 不好意思 无法直视的内道光 我可以笑一个吗 那道光又是你 你又刺伤了她的眼 一边乐一边说 我可以笑一个吗 就是既尝尝你又伤你 我可能比较喜欢 第一眼让我有一点点神秘感的男生 你看 完了 好神秘感 第二个是假奶亮不亮 我估计他们第一反应肯定都是你 好神秘感 爱动舞 爱说相声唱歌跳舞做饭 行 爱吃甜的男生 以后会疼愿 没有一个点 是我想要的 整段垮掉我不喜欢 人家会说相声爱唱歌爱跳舞 一米八八 年纪又小还要怎样 你想要什么样的 江湖测延展187 这个我喜欢个子高 不会最后选上你了吧亮哥 他不会选的 他不会选的 但我觉得扛不住 对的四面 我好像知道他是谁 他一定是个凑美男 我猜他是假奶亮 他知道是你 我不太喜欢他 我觉得太熟了 你看 这姑娘我觉得厉害 我跟你说 我团队的人都谁了解我 谁了解我 身高年龄都没写冷少 来 我跟你讲 我很吃这一套 我跟你说 我很喜欢神秘感的男生 真的还是要 就有保持神秘感 神秘感 学到了不 真的还得是这样 我觉得他有点有趣 我喜欢这个 我就说一定会是你 两次了 龚军被选两次了 我压根不知道哥 他身高年龄生日都没有 但我最终有点神秘感的男生 我觉得高冷的男生比较吸引我 我就觉得高冷的男生 让我可以有增幅欲望 好名字 冷少真的是好名字 龚军 叫吧你自己录吧 第三个人再选你 我们几个人回家了就 冷少已被上一位女玩家选择 所以你只能选择别的画手 好吧 好遗憾 如果这两个女的 硬要选一个 你会选谁 那我觉得这姐姐 感觉温暖一些 而且她要去接上物的 她要帮我接上物 可以帮我接上物 可以帮我接上物 可以帮我接 亮亮哥你的商物都给我 你们不要在这儿挖墙角好不好 不是这是我家人 我跟你分哥哥 可以吗 多给我点商物 用户名一串数字 弟弟 你了 看我了 他应该不会选你 他喜欢长得高的 但是同时又未知 对 七天下楼给你买了早餐 是你最爱吃的煎饼果子 你不爱吃香菜 所以我没有放 我还特意加了一个煎蛋 我好喜欢你 行 他 我觉得他很贴心 就准备煎饼果子 又准备煎蛋了 弟弟 弟弟你商务有着落了 我的选择是 用户名一场创数字 我会觉得他在生活当中 会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伴侣 他非常细心和贴心 知道女生要什么 第三位女玩家的名字叫妮妮 大家好 我叫妮妮 今年28岁 半年前刚结束我的初恋 我和她本身是很好的朋友 在不同的城市工作 然后每天通过社交平台聊天 聊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网恋了 但还没等在一起 我们就分开了 二十岁阶段的女性 充满着自信和好奇 但自信和自卑 好奇和迷茫 往往只是一体两面 青春小女孩 小贾这回是你了 你给我画病了大老师 无法直视的内道光 无法直视的内道光 那不是我的光 感觉不对 哪哪都不对 这姑娘厉害 这姑娘厉害 甲蓝亮不亮 她身高有一八八 我上百度百科看了 她没有一八八 这不是甲蓝亮 不行 甲蓝亮不亮不行 她要是写甲蓝亮亮 我就选她了 甲蓝亮不亮不行 好 江湖测岩展 光温暖世界 不要选我 她一定很想被选 不要选我 我不吃这一套 可可辣 你在跟我玩玉琴 很古咒 她应该会选视频 比较二次元的 我觉得她应该会选 黄明浩 江植树的地理 高启盛 黄种草 黄草盛 这个人有点搞笑 就是 你以为她懂得也搞 其实她戴上眼镜 很斯文 其实是我喜欢的类型 她喜欢你 但是 我还想再往后看看 又过了 冷少 她是挺冷的 她什么都不写 让人家猜 我不喜欢猜 出现了第一个 她不喜欢猜 对 她一定不喜欢 她真的是 思路还很惊奇 用户名一串数字 身高九万米 年龄三万 这很二次元 这个还蛮适合的 我还特意加了一个煎蛋 我好喜欢你 你看她好喜欢 你看她笑声 姑娘就喜欢贴心的这种 她喜欢买早饭 我就喜欢那种 会藏在细节里的男生 就是她了 哪哪都对 喜欢什么都是对的 不喜欢什么都是错的 非常遗憾 此画手 已被二号女玩家选择 系统将自动为您匹配 下一位画手 我们能不能选回 选那个 选回是那个测验 开始的规则已告知 不可以走回头路 为什么 还有一个我呢 我一定要看吗 不是 看不看都是她了吗 哎 咱俩最惨 我是第一个她根本不看 到你那就是剩下的 就是说感觉 再好也是剩下的 人类的心理啊 三位已选择好自己的爱情画手 现在 请前往初遇角 与她见面吧 好的 好 欢迎沈老师 谢谢 谢谢 听说认识你的人 都找到了爱情是吗 是的 而且都很幸福 我其实对第一个女孩 我说实话对她很感兴趣 因为她三十一岁了 她个人魅力很强 她怎么可能会没谈过恋爱 那你有没有发现 你如果七个人 在第五个人停留下来 那是个最合适的时间段 所以她其实是做了一个 很重要的理性选择 她并不是选择人 她选择的是一个时间段 是不是 我不说她选择一个人 就是说她在脑海里 有一个非常理性的 这样的一个选择过程 可是爱情的一开始 她一定要有感性 所以你会发现 她在你们每个人面前 都停留很久 都有一定的感觉 可是她不会下定决心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这种情况 特别特别的多 就我们有的时候 理性会压过了我们 感性的这一面 欢迎艾瑞来到爱情讲 三位画手都已经就位了 其中有一位 就是你上一轮 选择的皮帅潮男 其他两位是 系统为你匹配的画手 接下来 你可以通过提问 确定你心中的她 更适合的样子 不过 现在先请各位画手 做自我介绍吧 老师你好 我是一号爱情画手 很高兴今天能够见到老师 谢谢 你好 我是二号画手 祝您能够前途似近 一路由爱情之番远航 你好 我是三号画手 就这样吧 我想问一下你们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的 我对未来的规划 其实说就是说 因为我夏天喜欢乘浪 那个冬天喜欢滑水 就是希望就一年四季都可以一起旅游这样子很开心很快乐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大概总结一下你对未来的规划就是想要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这样 对 没错 好理智啊 这姑娘 瞬间就给人总结 对 那这种适合过日子吗老师 很适合的 很适合 但是她进入的这个门槛特别特别高 特别高 就是她要找到那个合适的人很难 但是一旦进入感情了以后 精英感情很聪明 是的 我是二号画手 能够和我爱的她一起度过 春秋冬夏就是我对未来的规划 好 三号画手对未来的规划 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 然后完成它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就是你会不停地给自己定目标 然后去朝那个目标去努力完成 是这样子吗 对 下一个问题是 你自己觉得你有什么性格的特质 我可能就是比较多变吧 早上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开心快乐了 然后到晚上可能会变成熟一点 我是二号画手 我的性格就是三个字 未知 这是六个字 三个字六个字没有任何的问题 中进不行了 对不起 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性格特质 平时比小阳光开朗 偶尔会阴谋 但阴谋的时候也很短 是哪种阴谋 是张阴谋 你觉得你性格中有什么缺点吗 说三个吧 我觉得人比较纠结了 然后说就是哈 可能会比较的 一开始我不知道有啥缺点 我比较搞笑 比较搞笑 然后可能会比较的 好 那就下一位吧 你问我有什么缺点 不管是缺点缺铁还是缺糖 你都可以用军乐宝的减醇 来补充你的能量 无论我们有没有缘分 希望你都能够 军乐宝的减醇 永远在一起 好吗 谢谢 所以你觉得他会选 生活中会选大张伟老师这样的吗 不太会 不太会 但我觉得他在笑 对 但是他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不是在他能够特别有把握的话 他不会选 他会当好朋友 对 他会当好朋友 三号还能说吗 我性格的缺点 比较容易着急 特别容易上头 艾瑞你要选择谁 作为你今天的专属画手呢 我觉得是三号 因为我刚刚选的这张卡片上面 他画了很多问号 但是看漫画视频的时候 我有感觉到他是那种比较活泼 开朗的那种性格 回答问题也是差不多在我的预期之中 你看 他在我的预期 活得个妈呀 他还有一种预期 就是那个 如果这个人完全超越他的想象 他会觉得没有安全感 现在请双方摘一下眼罩 你好 你好 幸会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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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听了您的一个小小的介绍 说您就是一直没有谈过恋爱 世界这么大 没有男性性过您吗 就是让您心动的瞬间 我觉得是没有 对的人 就没有在对的时机遇到对的人吧 对的时机 就是没有遇到特别心动的人的时候 我就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我自己身上了 可能 但是现在也该到了是吧 对 没错 心也要是不是 要一起去扬帆远航了 爱情小船得开了 对 那今天他就会帮助你 描绘出心仪的理想对象的样子 对 希望能够我们能帮助到你了 好吧 好谢谢 好